好,畫完,按空白鍵結束 接下來要在這邊畫一個弧,對不對? 弧的話,我知道起點 知道終點,還知道什麼呢? 還有一個叫什麼?半徑,對不對? 所以起點有,在這裡 終點有,在這裡 半徑也有,所以繪圖裡面有個弧 找到起點、終點、半徑,有沒有? 有找到齁 以後你只要有三個訊息,就可以畫出一個弧 起點、終點、半徑,點下去 起點在這裡,終點在這裡 半徑多少呢?四十 只有你輸入四十 Enter 四十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是短弧 我特別強調,如果你今天要是長弧的話 你的半徑就要變成負的 負多少?負尺 所以這邊再一次,繪圖裡面的弧 起點、終點、半徑,有沒有? 起點一樣,終點 那半徑的話,就輸入負四十 Enter,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長弧了 所以弧裡面又有分成長跟短 那怎麼判斷呢? 其實如果是往外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長弧 那如果往內的話呢? 一點點的話,那就是這個所謂的短弧 那最後的話,你再做一點點標註 這邊的話,按線性 直接從這邊標到這邊,十五 按右鍵,重複 從這邊到這邊,標一個二十 最後的話,再標一個什麼? 標一個裡面有一個半徑 所以這邊有一個半徑 直接選它,標這樣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